封身 还愣着干什么 宰了他 谁敢 君上驾到 父王 李渡火想杀你 他某有剧毒的利人 就藏在他的猪筒里面 王兄 你真是太过分了 不相信是吧 李渡火 把猪毒给我 不给 给我 太子 您冤枉我了 既然说我冤枉你 拿出证据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 把猪筒拿给寡人看 父王 必然就在里面 李渡火 你又医我 这是我给父王精心 准备的草药 怎么可能会有利人 太子 您对我的成见太深了 我明明查到之前 这里面有机关的 你有假猩猩的设计来害我 你 你闹够了没有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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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他回去 一会儿 疼 疼 你吓死我了 狗宝哥 你声音能不能轻一点哪 杀人都没有你声音大 你说你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 人大黄只是轻伤 我英勇啊 我都冲在最前面 师父 的确是我的楷模 我能提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上抗认识娘们 下抗认识邪 那谁教你的 越来越了解师父了啊 好多点 姑娘 这帮该死的村民 不请喝酒就打人 下手比当兵还黑 太没有素质了他们 我告诉你啊 这算是一个教训 这次还好是师兄帮了忙 要不然你们两个人 肯定被砍成肉泥 只要夏儿没事 我就算不了什么 你小子在那门口一闹事 误打误撞 把他们都骗了 做什么 孵蛋哪 我的鸡蛋 我的 我的 夏儿 听说婉萍美人身体欠佳 微臣前来诊治 有劳太医领了 好 夏儿 进宫还顺利吗 有巫使徒帮助我 还算顺利 尽量的好日子不多了 等时机成熟 我们就给他最后一集 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让西门去定制了 西门原来是姬梁的手下 遭怀疑之后才转投了你 如此不忠不义之人留在身边 我怕 夏儿 你放心 西门对我还有作用 等事成之后 我就让他消失 你一定要小心 你一定要小心 鱼锥刺 夏儿拿着此物 就可以手刃即行为皆顺利 杀到姬梁已容易 可是怎么夺江山 却更难了 姬梁已经撤了党身的官职 所以禁卫军统领之职 又空缺了 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我会让你重坐这个位置 那 多谢李太医领了 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又是生死兄弟 你不用那么客气 行了 事故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 你早点回去 都别这么无精打采的 把头抬起来 精神点 这儿 不就是丢了个官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告诉你们 要不是因为军上念及我以前的功绩 我这颗脑袋 早就挂在菜市口了 这个姓李的呀 太难缠了 你说怎么就斗不过他呢 姓 党将军 张公公公 我过来是告诉将军一件事 李独活昨夜去了晚平美人的寝宫 晚平美人 晚平 这命都不错 原来计划是这样的 嗯 半下进宫以后啊 咱们就帮不上忙喽 只能是少少高香 乞讨他一切顺利 手刃抽敌呀 嗯 李独活这个小白脸 也忽悠公主 半下孤苦伶伶在深宫里 完美会遇到危险 如果突然出现的话 那绝对是英雄救美呀 到时候孤男寡女干柴烈火 喂 你笑什么 没事 林响 跟你说个事 高马哥 什么话要单独跟我说啊 好 明天你就扮演下我媳妇 演你媳妇 好啊 不过你得打扮一下啊 才能配得上我 没问题 保你满意 这身衣服一换人 刚才在大街上 你就是焦点呀 这都已经穿成这样了 我还不是直接穿一肚刀 那样笑我更快 你不是脱了吗肚刀 今天我穿了 东西带了吗 放心吧 我是谁啊 干什么呢 军爷 我想进宫去当太监 麻烦带路 这是我媳妇 军爷 干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媳妇陪着夫君来当宦官 兄弟 高啊 这不是没办法吗 命苦 家里又没钱 我还有俩孩子要养活 我听说到了宫里边 咔嚓一下就可以进宫当官 只可惜啊 吐了我媳妇 夫君 哎呀军爷 弄在那里干什么嘛 这就带你们走啊 谢谢道明 不客气 你轻一点 狗猫哥 万一你说他们这 一都下去真令歌 你可怎么办啊 你能不能怕我点好啊 哪那么容易啊 人家怕你以过 没办法上毛策嘛 行行行 先把手把 小快点 刘公公 真讨厌 又来一个 好快的刀子啊 老规矩 你绑着我动手 好 不用吧 我们自己都帮好了 哎呀 这是为了孩子 为了我家 我 我什么都怕 夫君 你太让我感动了 呦 这都啥时候了 还这么磨磨唧唧的 回头 哎呀 我可怎么办啊 我一会儿割歪了 你自己负责 那个 麻烦你了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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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身 人家看不下去了 人家在外面等你 你慢点哥 我好消息啊 外面等我好消息啊 库人上 哎 哎 君爷 我呢 什么都不担心 我就担心我这媳妇 你说 我这进了宫 家里边她跟孩子 可能受欺负 家里边 需要个男人 你好好在宫里待着 侍奉主子 哪一天你发达了 他们也跟着享福啊 嗯 君爷 哎 那个 君爷 要不你帮我出去 安慰安慰我媳妇 她一定特伤心 麻烦你了 忍着点啊 哎 按规矩你得留下的 讨厌 还有你 你就不怕羊肉糊口吗 哼 我马上都不是男人了 无所谓 哎呀 佩服 佩服 君爷 君爷 怎么了 听说人家那个死夫君 做什么不好 不要去做那个太监 人家这么年轻老美 就收了火果 人家以后怎么办嘛 他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呀 那人家难受嘛 那 那 哪里难受啊 哪里都难受啊 哼 怎么办嘛 君爷 你说万一 有一天下雨 我们家的房屋漏水 我来修 真的啊 以后有什么困难啊 尽管来找我 家里 确实需要一个男人 死相 这香味 怎么感觉 晕晕的 废话 没我打那么运吗 干高晕老娘 你不想换了吧 你 等等等等 还等什么呀 你刚才 不是挺勇敢的吗 那我 我那急 那个 能不能让我最后 再站着解个手啊 都啥时候了 还解手呢 你真麻烦 我一刀下去 你就什么都不想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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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 高宝哥 你看 还好没有查到要害 不然你又怎么办啊 你怎么才来啊你 你以为够引人 那么容易啊 喂 不是让你 刀下流人的吗 你还看什么呀你 我想活了 我 我 你就是刘宦官是吧 我们给你备了两样东西 一是刀臂 二是冥币 您打算 花脸啊 哎 想清楚再说啊 太子妃 都是微臣不好 要不是因为微臣 太子也不会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 一天到晚 争来争去的 身体能不垮吗 远不得任何人 太子妃 李太医令来了 嗯 你来做什么 微臣奉君上之令 前来给太子诊治 那就有劳李太医令了 太子妃 借一步说话 啊 才是第二道 啊 本来 君上怎么会派她来 这李独活擅长制徒 跟太子又视如水火 这太子突患怪病 我觉得一定就是这小子所为 确有太医说过 太子病像是重病 明明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呢 太子醒了 太子醒了 太子妃 请 李渡华 太子啊 你中毒太深了 李太医令果然医术精湛 名不虚传 我大言不惭地说 整个太医局 也只有我能解除 太子的体内之毒 是 因为他就是我瞎的 好好躺着吧 不傻了你 夫君 小心气大伤身 是 李渡华 你要赶上太子一根寒毛的话 我叫你随时万段 党将军又在说笑了 行了 既然太子已经苏醒 那微臣就告退了 对了 对了 太子现在身体虚弱 需要静养 切记不可出门 我替夫君谢过李太医令 此人太功于心计 此人太功于心计 如果他得了事 后果不堪设想 好 诺 谢天谢地 他们没有为难你 我已经把他救醒了 他为什么要为难我 他们都那么对你了 你还救他 谁让他是你的王兄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和他的误会 会慢慢消除的 走吧 我和你的王兄 干什么呢 参见公主 我要见父王 放心 干什么呢 给 这位军爷 我是太子府的 请问一下 那太医令跟公主进去干吗呀 为父王做药膳是我的职责 这是药单与每天的配比量 同里装的是黑山河的鲫鱼 死于营养丰富 可是最好的药品 每晚睡觉之前 做一碗药膳鲫鱼汤给父王 不仅能够治愈他的伤寒之病 还可以严您益寿 李太医令 这个鲫鱼汤我们可以熬 只是这草药的配比 我们不懂啊 这个好办 我每天都会来一趟 这草药和黑山河的鲫鱼 我都要新鲜的 我会定期送上来 按规矩 我等会儿就和父王说 怎么你们还不放心 那就有劳李太医令了 刚才草民那五针 已经将太子体内的毒素基本遏制 太子可服用人参 鹿绒 虫草等大补的药材 这样可以加快太子体内毒素的挥发 不日太子便可痊愈 多谢吴医师 草民告退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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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打您到李祖堡看了 我没事 你先下去吧 太子 你猪脑子啊 咱们的事别让他听到 这半下进宫 巫司徒还报警 我帮了很大的忙呢 不过这太子妃毕竟对您是一枉情深哪 好好好 我多嘴 说吧 都打听到李都合什么呀 太子 我刚看到李都合和公主一起进宫了 来 吴大哥 可不是 怎么样 怎么样了 我完全占李太医令吩咐他 一字不唱 好 老夫求求你了 求求你啊 就请你放过我女儿吧 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 你闺女现在正在你家院子里玩耍了 多谢 多谢 我就是好奇啊 我那个诗诗给太子下的什么毒啊 我只知道是一种热毒 毒性极其诡异 服用人参 鹿茸 虫草后 短期内是可以醒脑提神的 长期的话 只怕加剧毒发的危害 我什么都没说啊 不 你什么都没听见 你怕什么 我只是给你探讨医学啊 你怕 我不是怕你呀 葛巫师 我是怕你那个诗旨李太医令啊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告诉你 告辞 我那个小诗旨 现在是越来越有手短了 李独活做药膳肯定不是为了下毒 我父王的饭菜都有专门的皇冠食材 他是真的想讨我父王还心 这么看来 他不单单是为了行刺 也许还有更大的阴谋 太子 微臣倒是有一计 说 进宫杰出半下 我有办法让他如实招过 到时候人证物证俱载 我想他姓李的 他也无话可说吧 这万一半下不小心被父王临性了 我就彻底没机会了 不行 他不能待在宫里 他不能待在宫里 太子 太子 您怎么看 党将军之际 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李独活平时做事滴水不漏 万一半下失踪 他一定方寸大乱 我们才有机可乘 太子 那魏臣现在就去安排 明晚三晶 太子在郑王宫南门口介意我 是 党将军 明夜我进宫 你接应我 您 您要 住宫 军长 将太子置省呢 正是离太一令 我 徒伯虽是一介医者 行为做事 国聚大疆风范 李太医令也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军上有了李太医令 是设计之福 国家之幸的 目前 禁卫军统领位置空缺 司徒大人觉得谁可胜任呢 这个 金山 这你应该是 如此美景 怎么可以抱点天雾呢 随他吧 好 好 京尚 起来 我来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大胆 军上问你话呢 你跑过来 刚进宫的 没有规矩 是个韩国美人 老臣一下子也忘了 他叫什么名字了 老臣去问一下张公公啊 不用了 反正是宫里的美人 那寡人总有机会 跟他再见面的 也是啊 小狗子 刚才跟你说的 你都记下了吗 这宫里当差啊 讲究着呢 这等于一只脚 踏进了阎王殿门口 那一不小心就得进去 多谢刘公公关照 我跟阎王他老人家不熟 真讨厌 你说我都混了大半辈子了 真让你这个小狗子 给 给威胁了 那不叫威胁 您对我的情意啊 感天动地 您就是雪中送炭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伸出援手他规论的 小嘴真甜 我告诉你啊 要是以后出了事 您可千万别把我兜出来啊 放心 我嘴可言了 刘公公 张公公 这是新进宫的小狗子 张公公 张公公 您好 听说你们缺人手 看他还挺机灵的 就把他派给您当差 看他这样挺机灵的 有劳您了 小狗子 在美人宫 上上下下都是 张公公说了算 你要麻利干活 要是敢偷懒的话 小心张公公打断你的狗腿 只要你把主子伺候好 荣华富贵有了事 张公公 您放心 我一定踏踏实实地 伺候好主子 伺候好张公公 你跟我走吧 啊 张公公公 那个 屋里说 您请着 这个死太监居然和党实那么固结 那班下岂不是危险吗 得听这两个老狐狸说声 这是沙居国上好的千年昆仑语 价值可是千金哪 太子让荡身献给张公公 太子太客气了 无功不授禄 该是太子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吧 这个 你怎么来了还当太监 大丈夫威武不自宫 我来保护你看 你知不知道假扮太监是会杀头的 宝爷我聪明绝顶不可能被发现 这等你报完了仇 我掩护你出宫了 再说了 等你寂寞的时候 不如能给你解个闷啊 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是 哎 张公公 这事事事成之后啊 您可以找个替死鬼 对不对啊 军上那儿也好交代 请将军放心 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那党身就代太子谢过张公公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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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身来了 对呀 说不定啊 现在他们俩正密谋 要把你给 来来来 来我请公 那公公留步啊 留步 张公公 那就有劳了 您留步 找谁做梯子鬼呢 张公公 张公公 那眼神太销魂了吧 不是 您有什么事让我做 您直接吩咐就行啊 厨房的小春子不在啊 你去接替他的活吧 记住 每晚三晶的时候 会有水车来 到时候 你把缸里的水填满就可以了 就这点事了 那 那厨房在哪儿 嗯 哎呦 这到底吃黄粮的 活儿就是轻松 这些个 就是每人工一天的用水 到了晚上 你可都得放满了 哎呦 这一个晚上装满 还让不让保佑我睡觉了呀 如果第二天水不够用 后果你知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每缸水啊 只能取中间的一段 表面和缸底的都不要 好 哼 这本宫的肌肤啊 可不能沾得一点污浊 哦 你别愣着了 帮忙啊 来 来 哎哎 哎哎哎 哎呀 刚才要洗澡的那位娘娘 我可告诉你 这娘娘可不好伺候 你自己多留神吧 去吧 去吧 小狗子拜见紫苏娘娘 瞧你那雏鸟样 听说你是头一天进宫 底儿干净得很 对对对 我淹得很干净 谁问你这个了 知道进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这 最重要的就淹干净啊 淹不干净进不来啊 这 是跟队主子 你看看宫里那些个 整天怨天尤人的女人们 军上玩上几天就玩腻了 跟着他们有什么出息 去 把本宫的书装盒拿来 拿来了 进来吧 好 以后啊 只要你忠心耿耿地跟着本宫 这些都伤给你 不过这一仆不杀二主 关系到一辈子的事 你得好好想一想 这俗话说得好 富贵不能赢啊 我进宫是为了帮助夏儿行刺 怎么能够见钱眼开 做别人的内侍呢 紫苏娘娘 小狗子 我想好了 我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死心塌心地跟着您吗 我就知道 那就好 只要你忠心耿耿地跟着本宫 以后谁要敢欺负你 就报本宫的名字 紫苏娘娘 以后有事 您就招呼小狗子 小狗子就算是死 就算是死 又死而不害 你哆嗦什么呀 有啊 你都少下半个时辰了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要做紫苏娘娘的内侍啊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 脊梁党身他们都认识我 容易暴露我 我做其他娘娘的内侍 这一来可以暗中保护你 二来呢 我可以替你打探一下 宫里哥哥 妃子的情况 心意我领了 不过 义父后天要进宫变戏法 我看 你还是跟他出去吧 变戏法 他除了能把一根香蕉 变成香蕉皮之外 他会什么样的 小狗子 不说太好 张公公 你不是已经给紫苏娘娘做内侍了吗 那你又上婉萍寝宫干吗去了 他 他不是让我给他打水吗 打个水需要这么久啊 偏拉着我给他洗脚 你小子厉害啊 进宫不到一天 俩娘娘都看上了 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了 张公公公 张公公 有事你就直说了吧 你这么看着我 我心里毛毛的 你拿了多少赏赐 啊 死太监见天眼开 还以为我保里露出什么破绽呢 我怎么感觉你心里在骂我呢 怎么可能呢张公公 您带我犹如再生父母 对我恩仲如山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不是 你真的挺淘气 好了 我要休息了 三经的时候 记得要把水放满 妈 我要不是怕脏我还咬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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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美人宫直接动手 以煮香的功夫 把台水的小太监杀了当替死鬼 遵命 哎呀我这刚睡以后就给我叫不起来 真不把太极等人 哎呀